文实反 面对明成祖朱棣的审问 浙江暗查使周新正义凛然 是非曲直也一目了然 但是锦衣卫指挥使季刚 却并没因此获罪 相反朱棣反而要降罪于周新 这究竟是为什么 系列节目 铁面判官蒙冤案 特邀浙江传媒学院讲师杨吉 为您讲述第三集 皇帝的心思 铁面判官周新深得明成祖朱棣信任 却刀诬陷蒙冤被杀 陷害之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能让皇帝一目共下杀手 周新死后短短几年内 又被朝廷供为城皇神 在周新被神化的背后 有着皇帝人的一样的用心 系列节目铁面判官蒙冤案 法律将杭文石榜正在读出 明永乐年间 浙江暗查使周新极恶如仇 铁面无私 朝中官员暗地里称他冷面含铁 周新任职杭州期间顶着压力 除决了当地恶霸通城虎 为此得罪了明成祖朱棣身边的红人 锦衣卫指挥使季刚从而惹上了麻烦 上一回我们讲到 锦衣卫指挥使季刚 因深得明成祖朱棣器重 为人骄横跋扈 气眼嚣张 不仅动则杀人 而且巧取豪夺 作恶夺端 他的手下呢 因为仗着季刚权重一时 更是有恃无恐 横行霸道 常常在地方上欺压百姓 作威作福 然而在浙江 当季刚的干儿子和手下一名锦衣卫武官 唯非作歹时啊 被铁面无私 一身正气的周新依法承治 其中 季刚的干儿子被依法斩首 而那一名锦衣卫非常狡猾 几次逃脱周新的抓捕 回到京城后啊 就像他的上司 也就是鸡刚哭诉 鸡刚对周新呢 可谓是旧仇心恨恨之入骨 一直想找机会报仇 鸡刚呢 认为打狗也要看看主人的面 周新这么不依不挠的 想处自自己的部下 显然是不把自己 放在眼里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打算除掉周新 事后 季刚就对明臣祖朱棣说啊 是周新放走了建门帝朱允门 而这一点恰恰是暴力篡权夺位 恐怕被世人说闲话的朱棣 最忌讳的 因此就中了鸡刚的奸计 信以为真 要法办周新 鸡刚未报私仇 将周新押送京城 进见明臣祖之前啊 先毒打一顿 结果周新被打得是体无完肤 血肉模糊 按照明初的惯例 反属皇上亲自下旨 缉拿的官员 品级在四平以上的 要由皇帝亲自审理定罪 所以周新被抓捕以后啊 并没有被直接关到 由锦衣卫掌管的监狱里 而是直接压尽工具 接受明臣祖朱棣的审问 周新是被冤枉的 这一点仅一位指挥使 纪刚心里最清楚不过了 周新此次去见明臣祖朱棣 定会揭露纪刚等人的恶行 而这个时候 纪刚却也并不害怕 因为他已经摸准了朱棣的脉 他相信在朱棣面前 周新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那么周新又是如何得面胜的呢 周新自认为是为民申冤 为民请命 依然表现的是正义凛然 励志气壮 他希望啊 能够在朱棣面前说明真相 最终严惩锦衣卫这个官吏 所以进殿时啊 他还尽量挺直身躯 见了明臣祖朱棣后 才恭恭敬敬的行跪拜礼 朱棣不等周新拜完 劈头就问周新 为什么私自抓捕镇 欲止派出的锦衣卫办事人员 坏了镇的大事 镇现在缉拿你 应不应该 周新跪在地上 磕了一个头 回答说 锦衣卫千户在杭州一带 敲诈勒索 强抢名语 民怨沸腾是壮指成堆啊 我身为安查使 掌管一神的刑御 不能不严惩恶力 保障百姓的利益 朱棣听到周新为自己辩护 更加气恼地说 锦衣卫棄查药案 进行必要的搜寻 你怎么能说是敲诈勒索 这分明是你在给他强加罪行啊 周新又回了一句 我承办锦衣卫千户 源于许多百姓的壮志 锦衣卫呢 在杭州城所会掠民 作威作夫 杭州府官员啊 包括百姓 那都是有目共睹 但敢怒不敢言 皇帝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派人前去查访 便可水落石出 再说了 我与锦衣卫千户 素未谋命 无冤无仇的 我为什么要强加罪名给他呢 朱棣被周新这番话 拨得是无话可说 越发恼怒 拍案而起 大声喝吃刀 哪怕他们有扰民的行为 也不是你这个小小的地方官吏 能够随便缉拿的 为什么不上座朝廷 却突然瞎手 缉拿正清派的使臣呢 面对皇帝的责问 周新依然无所畏惧 理直气壮道 臣记得陛下曾有明论 安查史 刑事与督查远同 臣奋指擒拿奸恶 有何不可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之前捉拿承办千户 也是职责所在 并无越权违规 也没有滥用私刑 更谈不上假公祭司 周新的话 句句在理 而在朱棣耳中 却是句句无理 朱棣的愤怒 让周新难以理解 他想不懂 朱棣为何不变是非 而较真儿的 周新却让朱棣很恼火 因为仅一位秘密查找 建文帝之事 不可外传 朱棣没有了耐心 再和周新纠缠 如果换作平时 哪怕是其他事情 明臣族也听过算过 可周新根本不了解 皇帝的心思是什么 为什么会大发雷霆 而朱棣这边 自登记以来 虽然也见过几位 敢于觐见的职臣 却从未遇到过 像今天这样 敢顶撞自己的臣子 不由得怒火中烧 大声吼道 放肆 你个小小的提刑安查使 竟然如此无法无天 连朕的钦差官员 也敢缉拿 如果各地官员 都像你一样 朕的政令 如何实行 天下岂不要大乱了 就凭这条 朕也要将你 问成反叛之罪 所谓半军如半虎 如果换作是一般人 见到龙颜大怒 为了保性命 你怎么说也得赶紧承认错误 先求饶一命 所谓普天之下 莫回王土 在过去 虽然是有法律的 但最终还是皇帝的一言堂 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更别提法定程序了 周星呢 虽然将自己的生死 直之度外 大声抗争 说锦衣卫官员 假借皇帝的名义 四处心胸作恶 无故查抄良民 独打无辜 还陷害忠良 早就被天下臣民 做指责了 若不及时神之以法 要大明法律 又何用呢 况且这种劣据 如果不及时扫荡 将来锦衣卫师者 出京以后 必将更加肆无忌惮 早晚要激起名辩 那时恐怕真要天下大乱了 但此时朱棣不仅听不进去 还被周星逼得是无话可说 因此只能把语调压得 更加阴沉严厉的说 周星 你当庭顶藏正 论罪当初 但正念你平日呢 有不畏权贵的美称 不加罪于你 你呢 暂且回歼仔细想想 如果意识到自己错了 犯罪了 那就上一道谢罪本章 朕自会从轻发落 如果你死不论罪 朕也有处置你的办法 下电去吧 面对朱棣的审问 周星距离力争寸步不让 他哪里知道朱棣的心思 而朱棣虽然恼火 但是他了解周星的为人 于是向周星抛出了 化解危机的信号 那么耿直的周星 会不会按照朱棣的要求 写出谢罪本章呢 系列节目 贴面判官蒙冤案 特邀浙江传媒学院讲师杨吉 为您继续讲述 第三次 皇帝的心思 在对付大奸命纪刚时 智慧过人的周星 显然是心理准备不足 局势认识不清 和临场应变不够的 他自认为是秉公执法 但不知道自己的主子 皇帝他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的职场 有些人光说不练能力一般 却深受上司的喜爱 而有的人老苦功高 却时常得不到领导的器重 这里边的微妙的差别 就主要在于作为下属的 你能不能猜透老板的心思 懂不懂老板的心理需求 所以当周星一味的强调自己 是按规章职责办事 他根本没有猜透皇帝的心思 周星没有猜透朱棣的心思 或者可以说他根本就没猜过 为官多年 等职的周星从不迎奉权贵 更不屑钻营所谓的为官之道 他这一点恰恰也是朱棣的汉中 然而这个时候 刚职的周星就让名称子朱棣 尽退两难了 老实讲啊 仅凭济刚的一面之词 就这样处置了周星啊 名称主朱棣也觉得 这个太草率了 某天 朱棣啊 这样子就把有关周星的案卷 全部调到手边 这个翻阅 结果一看里边啊 有很多咒书啊本章啊 都是要求来力保周星的 另外朱棣也了解到 杭州城的百姓 对周星是非常的用戴 甚得民心 认为他是清官能力 是个好官 是个清官 这一切都让朱棣感到为难 朱棣要治周星的罪 多半也是恼羞成怒 对周星的人品 以及为官的政绩 朱棣是认可的 然而这个时候 朱棣不能不向着 锦一位指挥师 季刚 因为季刚替他秘密查 网建皇帝的下落 而这件事 又不能让外界知道 但是 周星一案已经受到 朝铁关注 如何保守秘密 成为了朱棣心中 更重要的事 按说啊 周星一案 应发到刑部 由刑部 督察院 大理寺 三堂会审 但是呢 朱棣非常担心 刑部会替周星说好话 何况 只要这个官司 一一到刑部 按照程序 就要传唤那名 涉案当事人 谦户 来进行审讯 如果 谦户嘴巴不劳 在审讯大堂上 一不小心泄露了自己 是奋命在追查 建文帝 诸语门的下落 那岂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朱棣也有考虑到 要么干脆把周星的案子 放在 警卫自设的监狱 叫北镇福思域审讯 说到这里 有观众可能不清楚 这个北镇福思域的来历 对此 我做个解释 北镇福思域 又称昭域 属锦衣卫下设机构 这昭域啊 不受正常的法律约束 只是根据皇帝的喜好 其黑暗与残酷的程度 大大超过了 以及极其黑暗 极其残酷的刑部天牢 和各地方政府的监狱 那里设置着明目繁多的残酷刑具 在酷刑下 基本上没有求不到的口供 因此遭遇 也就成了冤案 假案的集散地 凡是明臣祖朱棣 憎恶的臣子 以及内侍 季刚呢 就会罗知罪名 将其抓入北镇福思域 甚至定为死罪 处于急刑 可这回 在处自周星的问题上啊 朱棣犹豫了 他担心什么呢 他担心的是受到言官的指责 毕竟周星的案子 是与锦衣卫组织 与季刚是有厉害冲突关系的 按理说 他们应当回避 但不管怎么样 朱棣最痛恨的是周星 放跑了他一心要抓的 朱允文 虽然到目前为止啊 没有确切证据表明 一定是周星把朱允文给放跑了 但朱棣还是选择相信 祭刚汇报的情况 不管怎么样 在朱棣心里 凡是跟朱允文有关的人 一律是有罪推定 事实上 至朱棣登记以来啊 对于那些忠于朱允文的臣子 早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了 你比如说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方孝儒 因为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 草拟继位诏书 刚直不恶 孤中复难 最终被朱棣史无前例的灭了十族 一般我们都说就诸九族 那怎么会是十族呢 这里的十族包括 父四族 就是自己一族 包括兄弟姐妹父母子女 出嫁的姑母一族 出嫁的姐妹一族 出嫁的女儿一族 母三族 包括外祖父一族 外祖母一族 姨妈一族 七二族 岳父一族 岳母一族 第十族是什么呢 是门生之门生 既是大开杀戒 残害中粮 但身心多疑好杀的朱棣啊 唯恐还有漏网之余的 所以只要听说 谁与朱允文有牵连的 他定是定战不饶的 而季刚呢 就是抓到了主子朱棣的这个心理弱点 因而一告便准 明成祖朱棣的皇位是篡夺他的侄儿 建文帝朱允文的 因此朱棣内心一直不踏实 凡事涉及建文帝 朱棣都极其敏感 而周兴又是建文帝时期的旧臣 朱棣的疑心也不是没有一点来由 那么朱棣为什么会重用建文帝时的官员呢 系列节目《铁面判官蒙冤案》特邀浙江传媒学院讲师杨吉 为您继续讲述第三集 《皇帝的心思》 铁面判官周兴深得明成 朱棣信任却刀诬陷蒙冤被杀 陷害之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能让皇帝一目共下杀手 周兴死后短短几年内 又被朝廷供为城皇神 在周兴被神化的背后 有着皇帝的怎样的用心 系列节目《铁面判官蒙冤案》 法律讲唐文师版正在读出 说到这里 有观众或许就想了 前面不是提到说 周兴的一生实际上历经了明朝三位皇帝 三个时期吗 他身在明太主朱元璋洪武年间 到了明慧帝朱允文的建文年间 当上了大理事平事 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 到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呢 周兴先后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和安查史 所以一招天子一招臣 你既然周兴是朱允文时期的前朝官员 你为什么后来还要重用呢 这里有个时代背景 我们稍作介绍 据明史陈祖本纪 明史刑法制和明通建 等这些史料的记载 明成祖时期的施政纲领 和社会治理模式 我们可以简单用一句话归呢 那就是太祖建制 臣祖继承 也就是说 朱元璋一手建立起来的重点智力的体系 明成祖朱棣继奔赵党全收 说到这个重点智力 反腐素贪啊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算是最有名的朝代了 如果分析成因 这跟明朝开国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的儿时经历 思想认识等都有直接关系 对此我归纳了三点 一出身平寒所至 二坐稳皇位所需 和三巩固皇朝所迫 同样是重点智力 但明成祖朱棣 与太祖朱元璋是有明显区别的 大家知道 朱元璋是开国之君 朱棣则是篡国之君 谦则呢 从他人手中抢得天下 着重防范的是外星人所抢 所以不免功臣受到猜忌 杀戮功臣成为必要 而朱棣呢 是从自家人手中篡得皇位的 着重防范的是得而复失 所以他一方面要防范下面官员权力腐败 继而祸国殃民 另一方面也要担心 同事宗亲会篡权夺位 危及到自己的王权 所以当时啊 正值朝廷诱人之际 周兴呢 因正值感言而深得朱棣的器重 在朱棣看来 周兴尽知尽责 一丝不苟 不为权贵 铁面无私 是可用之才 所以一直呢 都是给予重用的 可事到如今了 朱棣一没想到周兴也背叛了自己 可能参与到了放走建门帝朱允门的事件中了 二爷绝没想到 处置你这么小小的安查史 竟会惊动这么多的朝城 来替他说话 比如说有人反应啊 说周兴啊 在浙江任安查史期间 对于贪官污吏 是饥饿如仇 不殉私情的 但对待廉洁奋公的官员呢 却常常保举关怀 呵护备至 比如说 有个叫做叶中行的人 他时任 前堂县令 周兴听说叶中行连洁奋公 一心未明 他便归服前去调查 在前堂县境内 听到的都是百姓对叶中行的赞誉 随后呢 又趁着叶中行外出时 到他家去查访 发现叶家呢 是非常的简陋 没有任何贵重的物品 只有墙上挂着 这个太湖产的鱼竿 而且还是叶中行 这个他老家托人败来的 这一幕让周兴十分感动 周兴呢 取了些鱼竿 放在袖子里带走了 第二天 周兴呢 把叶中行叫来一同饮酒 便将鱼竿拿出来 给叶中行看 并当场表扬了叶中行的青年 叶中行是十分感激周兴的知语之恩 从此往后啊 是更加的勤政爱民 被当地的百姓称为 前堂一夜清 还有官员反应啊 这个周兴啊 速贪致力 不留情面 毫不手软 同时在想事情做决策 又能够自觉的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 围着百姓转为百姓着想 心正守正 心亲守心 是难得的好官清官 在当地啊 这个周兴这个人啊 是深受百姓的用户和爱戴的 君臣的一番上表 总而言之是一句话 请皇上你三思 周兴杀不得 朱棣也感觉到 现在如果贸然杀掉周兴 说不定啊 会引起一场渲染大波 此时的朱棣啊 是左右权衡摇摆不定 一时拿不准主意 就在这时啊 朱棣突然想起来啊 上次审讯时 曾让周兴写了一道谢罪本章 也就是回过书 不知道周兴是否交上来了 杀周兴会言争议 而沈周兴又怕暴露机密 既然杀不得又审不得 朱棣打算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找个台阶下来了事 然而这个台阶 朱棣竟然没找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朱棣在心里想啊 念在周兴这些年中正连节 况且有这么多的臣民 要力保他 如果谢罪本章已经送上来了 如果比如周兴 你承认错误了 道歉了 正好顺水推舟 顺乎人心 将周兴 这个官复原职 也就罢了 于是啊 朱棣就问身边两名私礼监 丙比太监 说这个周兴的咒章 是否有送进来啊 太监回答说 已经送进来了 听到这里 朱棣很不满意说 那么既然送到了 你为什么不随案卷 一块承报上来 让我来过目呢 这时太监 回答道 说周兴的咒章里啊 有很多忌讳的 不合十一的话 所以我们啊 是不敢承诵 各位 究竟周兴的咒章里 写了些什么呢 原来啊 周兴在谢罪本章中 没有一句谢罪的话 反而还理直气壮的建议 要削减锦衣卫官员 这个到京师以外 各省去稽查案件 这个次数 数量要加以限制 这分明就是要断皇帝的耳目 减弱皇权 当时啊 朱棣看完后 忍无可忍 他把周兴的咒责啊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提起朱笔 刷刷刷地写下了 以逆成罪名 立即促展周兴 并且要肢解其提 与闹事的上誉 此后呢 六部阎官中 那些刚正之城啊 纷纷上本 为周兴明冤 但这些咒本啊 咒责啊 一概被朱棣 搁在一边 支支不离 眼看着大难临头 命悬一现 周兴还会做出些什么举动呢 那个与莫须有的罪名 加害周兴 非要置周兴于死地的奸臣 也就是那个锦衣卫 使徽使纪刚 难道真的可以欺上瞒下 为所欲为吗 事情还会有什么转机呢 好的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讲述 再见 做直臣男哪 大明暗茶使周兴在感叹之后从容就死 他的人生为何会以悲剧落幕 而周兴死后又是如何从人变成神的 坚定济刚的结局又是怎样的 明天同一时间系列节目铁面判官蒙冤案 特邀浙江传媒学院讲师杨吉 为您讲述第四集神话